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朋友晚上好 今年2月27日财政部长胡次道博士 在国会发表今年度财政预算案的时候 曾经表示如果经济下滑 政府将毫不犹豫地考虑采取预算案以外的措施 经过了四个月的时间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逐步的放缓 大众所期待的预算案以外的经济措施 也终于在今天的国会会议上出炉了 那刚才的10点新闻和国会报道 已经重点报道过各项预算以外的经济措施 现在呢就让我们再进一步的探讨 这些措施对我国经济的积极作用 那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 那一起来分析 在我右手边的是陈锦隆先生 他是博训国际的经济师 那在我左手边的这位嘉宾呢 是陈汉通先生 他是全国职工总会行政事务部理事长 同时也是红帽桥集选区国会议员 那还有另外一位嘉宾呢 就是陈企业博士 他是南洋理工大学的公共政策研究部主任 那谢谢三位抽空上节目啊 那首先我想请问三位的就是 刚刚在国会里财政部长把今年的这个经济增长预测 调低到介于百分之零点五和一点五之间 那首先我想请问陈锦隆先生 就是您对这个预测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个预测是比较实际的 也比较符合目前的这个经济的现实 我们如果看看整个区域 一年一七年的这个经济 大概会下降百分之十或者百分之二十 那就拿亚洲四小龙来看 香港第一季已经介入这个经济衰退 那韩国也已经这个 这个经济已经开始滑下去了 所以新加坡路的时候 全年的经济滑到这个百分之零点五或者百分之一点五 实际上是一个算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了 那陈博士您的看法 我们南大经济预测部在前两天已经有宣布了 就是说在整年一九九八年 那个经济成长成长率会是在负的一点七左右 那么明年一九九九年呢 会回复到百分之三的成长 那么你如果从政府今天的宣布 也就是说政府也注意到这个经济确实是缓慢下来 而且以目前的那个零点五到一点五的那个经济成长 是根据到五月为止的那个资料 所以而我们的那个负的成长是以整年来看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这个经济成长的这个趋势的看法跟政府基本上是一致的 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财长宣布的一系列新的这个措施 那在这个减低劳工成本方面 我想这个财长他说将不会减少雇主的这个公积金缴交率 那我想请问陈汉聪先生啊 就是作为这个职工领袖啊 您是不是放下了心头的大事 我看对于全新加坡受雇人士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 我们有190万的这个劳动力 换说这190万的呢都是公积金的受费者 那么在这个公积金制度底下呢 我们这个居者有计划就是这样成功的推行了 你看看这个政府组我们有75万个单位的政府组 有百分之六十的 百分之八十六的新加坡是住在政府组里面的 而其中百分之八十一是拥有组的 换说说他们都用公积金来贷款 那么另外百分之十八十九呢是购买这个私人产业 无论是购买私人产业 或者最近提升组的这个新加坡来说呢 最主要都是靠公积金 所以如果公积金一削减的话 对他们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因为许多都面对这个工资可能削减 甚至面对财源的问题 而且很多是夫妇联名购买 用公积金购买 所以我认为说今天财政部长 在发表这个财政预算之外的声明之后呢 表示不许薛减公积金 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劳工成本 营业成本是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工资的 一部分是非工资的 那么政府今天所宣布的 那些措施是非工资的部分 这些工资的部分呢 从志工总会的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讲究到 首先像我们已经的这个灵活工资是 公务员的灵活工资达到工资的百分之二十 而私人企业间的有百分之十六 我们尽可以从这方面下手 就从花红 从外花红 甚至从这个 你不许明白了